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故事起码火 我在面典北部那山区 村里有我的一位好朋友 老虹 他的哥哥在几年前 因为赌品的关系启示了 老后年少时也曾经走错路 薄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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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沥草 薄草 切成 竹笋 切成 后面的电视是我们老家嘛 以前但是给了你的起码火有点烟 我们现在有半个起码火在这里面看 这些对面方方都是我们的笔 起码火们笔也不值钱了 也卖不出开也没有人住 都是自己种点财 种点鱼米 种点核桃 如果在米兹那城里面的话 那么多笔 我早就成土好了 我早就成土了 我早在那份钱也有了 因为我为了生鸭不在发愁了那么多的地方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 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起码火到中国边改 只需要两个小时的车程 所以村里的很多年轻人 都现在可中国搭工 村里曾经返华的时候 有上百户人家 如今只剩下S多户 用能力的人们 一般到城市记住 一致依赖 然后我就想要搬离起码火 出巾东西 出巾了 上海 من城里 做手 匠首 匠首 快看来吧 快看来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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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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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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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